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身体原因 他虽然辗转五个城市用不同身份报名参军 却都未能如愿 有一次落选后 斯蒂芬去电影院看电影 因为片头征兵广告 斯蒂芬和一个大个子发生了口角 然后斯蒂芬就被揍了 但他毫不屈服 幸好他的一个士兵哥们路过帮忙解了雷 斯蒂芬跟着士兵哥们和姑娘约会 可姑娘连看都懒得看斯蒂芬一眼 这让斯蒂芬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 他落寞地来到参军报名处 看镜子里的自己 这时候 美国战略科研署的家伙看上了斯蒂芬 于是斯蒂芬应召入伍 通过一系列测试后 最终成为科研改造对象 科研人员把一种能够强化身体和性格的血清注入到斯蒂芬体内 他终于成为一个强壮的美国大兵 斯蒂芬本以为可以马上到战场上去杀敌 可是军方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们把斯蒂芬打造成雷锋一样的楷模人物 以激励美国人民 然而斯蒂芬却不想再做一个舞台上的小丑 他要做牛逼哄哄的大hero 这时候刚好机会来了 一个叫九头蛇的组织崛起 他们掌控了能发出巨大能量的宇宙魔块 美国因此在战场上遭受了很大损失 斯蒂芬终于爆发了 他只身前往虎穴 见鬼杀鬼 佛党杀佛 一会儿功夫就把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救了出来 回来之后 斯蒂芬成为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美国队长 同时也获得了大兄妹子卡特的芳心 可是九头蛇的扛把子红骷髅还没有死 他制定了一个灭掉美国各大城市的计划 斯蒂芬扛起盾牌在卡特的帮助下 吊上了红骷髅的飞艇 斯蒂芬找到了炸弹 然后将红骷髅干掉 可是这时候如果任由飞艇自动驾驶 那么很可能造成巨大危害 斯蒂芬只能把飞艇开进大海 他和卡特的会约定没办法实现了 七十多年后 斯蒂芬从纽约的一间病房醒来 看着大街上陌生的一切 斯蒂芬喃喃刺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